我是周采薇 我這次在台灣地景藝術界的作品是《生態的流動》 因為這旁邊就是南凱西 而且我自己來實地廠刊發現 這些座椅其實都是有一點彎曲造型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其實它跟河流的水流流動感還蠻像的 所以想說就可以做一個跟河流有關的概念的作品 那因為這個是在戶外的座椅 所以一開始在梅材上主要是用油性的塗料 也是考量它的耐厚性 所以在創作上像繪製的時候可能要等乾啊 就需要稍微長一點的時間 那顏色的選用上因為有一個我是用兩種 就是座椅主要基底的顏色 一個是藍綠色一個是天然色 那天然色其實就是象徵這邊的天空 然後藍綠色其實就是水流的顏色 所以我主要就是以空中的鳥類跟水裡的魚類 來做為這次生態的選用這樣 因為旁邊有清晰國校 所以有跟學校接洽就是到一個班級去上課 那課程上就是有帶他們認識 南坎西這個流域的生態跟美術課 我有給他們一些生態圖片做參考 就是讓小朋友可以就是把它創作下來 在課程中我有帶小朋友認識 像是什麼我們的當地特有種跟外來種的差異 就是也希望讓小朋友知道就是環境生態 也希望可以更多推廣這種教育的意義這樣 其實最主要作品議題還是比較偏向環境教育 因為其實我也有查一些資料 像其實桃園市府現在有在推動一些南坎西的整治啊 或是生態富裕這一類的 所以就是有介紹一些當地的魚類跟鳥類 就是透過作品希望有一個教育的概念這樣